多謝牧師、多謝地影展會給我這個機會 今天和大家一起在這一書敬拜神 師班唱的首歌很好聽 我自己都很感動 因為一聽到他們唱《千萬人在等待》的時候 這個信息實在是真的 真是千萬人 世界上千千萬萬的人都在等待 所以呢 我有機會在國際方協全會侍奉 所以先代表國際方協全會 我們向每一位地影展會先問案 我都用一兩分鐘去介紹 可能以前我帶這個 和范斯姆帶這個印尼詩歌班 是來在全契牽倉的時候 可能都已經介紹過 不過或者有地影展會沒有聽過的 我都用很短的時間去介紹一下 國際方協全會其實是做什麼的呢 國際方協全會開始是1943年 其實是在中國大陸 主要的是 由一個西教士在中國裡面傳福音的時候 突然間是中國政府識辯 所以勒令所有的宣教士離境的時候 他就覺得 他說我辛辛苦苦在中國裡面建立的福音工作 好像很浪費了 如果我走了 沒有人接替的時候很浪費 他覺得 我們應該怎樣更有效 可以做宣教的工作呢 當時他跟另外一個西國的商人 他們聊天的時候 大家就想到一個策略 他說我們可以 那些人不進去 但是我們可以用錢 去支持當地一些同工 來在那裡 繼續做福音的工作 所以他們就開始這樣 支持在中國裡面那些傳道人 他們用錢去支持他們的生活 讓他們裡面可以很安心地去侍奉神 他用這樣的策略開始 結果這個果效很好 因為可以省很多西教士 要進去不同的國家裡面 要學他們的言語 要學他們的文化 或者要花很長的時間去適應 還有可能宣教士的生活費 高於當地的同工很多 所以他用這樣的策略 開始福音事工的時候 支持了很多的同工 在國內做得很好 然後一直到後來 慢慢發展到去香港 去東南亞 然後是全世界 所以不可以再用中華傳道會的名字了 所以就要改了 Partners International 國際福音協傳會 我們主要的工作 其實五十年不變 都是一樣 我們仍然為各個國家的事工和同工 來籌款 所以國際福音業傳會 其實主要是一個籌款的機構 我們將所籌得的款項 去支持一些 我們其實是為很多的同工或者事工 來籌款 支持他們的需要 因此我們扮演的角色 我們好像一座橋 我們將宣教工場上面 他們的需要 來向教會傳遞 然後將教會裡面的支持 帶回去在宣教工場上面 那些同工 我們的角色是一座橋 這樣 到今天為止 我們一共是支持了三千三百幾個的同工 在全世界各地 在六十個國家 超過六十幾個的時工裡面 我們大部分所支持的工作或者是同工 對這些國家都是在互相 都是在1040 window 不知道大家有聽過嗎 十四十時窗裡面 就是在這個1040 window裡面 在世界裡面包括了整個由中東那邊 一路直到我們中國,剛剛是十度四十度經惠線,剛剛挖著這些國家裡面,是最少人能夠聽到福音的國家 那麼我們國際福音協會支持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這個區域裡面 所以都請大家為我們祈禱,因為我們可以接觸到很多的福音工作 我們看到世界各地實在是很需要主耶穌自己的福音 我們都盼望在教會裡面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興起來參與這個宣教工作 讓神自己的福音是早日傳遍天下 我自己是有機會進入中國大陸裡面去侍奉 我很小時候開始去教會,但很小時候我記得我在香港長大的,出生在香港長大的 我家裡完全沒有任何的關係,任何的親人在中國大陸裡面 所以由西指大人問我你是什麼人,我是香港人 香港人,我知道我是中國,但很容易回答你是香港人 提起中國的時候,我小時候我記得我很害怕的 雖然我知道我自己是中國人,但有點害怕的 因為那時候的印象裡面,一提中國就很容易想到共產黨 雖然現在不知道是什麼,但好像聽了很多故事 好像很得人害怕,小孩子也很害怕 所以不敢提中國,不敢想我可以為中國做什麼 但是到我信了主之後,到我奉獻侍奉神之後 我心裡面有一個很希望,我能夠為我自己的國家做什麼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我要做宣教士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條件,我不是那些人 我沒有這麼大的條件可以做一個宣教士 但是我很盼望能夠為中國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一直在等,一直都沒有機會 直到九六年年尾,我才有機會可以參與在中國教會裡面 來做一些培訓事工 我很相信在過去一個星期裡面 大家聽新聞或者看新聞 最大善的事情就是一個禮拜前的今天 在中國大陸裡面,民運領袖黃丹被釋放 剛剛是一個禮拜前 在上個禮拜的今天,她是剛剛坐著飛機 這個時間坐著飛機去Detroit那裡 可以說是一個心機裡面都說 哇,這一週最大的新聞就是這個 所以很多報紙,很多人都在談論這件事 很多記者,甚至美國中外二百多個記者 都要追到紐約那裡來做這個採訪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門戶開放 很多人可以有機會進去,但是我們十三億的同胞 數字不少 暫時是全世界第一位 暫時是第一位 可能再過一些時間,就是印度可能追過她 但是到今天,仍然是全世界人口第一的時候 他們是我們的同胞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 在聖經裡面來看看一個人 他自己對他的同胞有什麼負擔 我請大家看羅馬書第九章 一至三節 羅馬書第九章 一至三節 這裡是保羅自己說的說話 保羅說 我在基督裡說真話 並不謊言 有我良心 被聖靈感動 給我作見證 我是大有憂愁 心裡時常傷痛 為我弟兄 我骨肉之親 就是自己被咒作 與基督分離 我也願意 這是保羅自己說的說話 好像剛才我自己介紹 我以前提起中國我很害怕 但是當我信了主之後 我自己心裡覺得很盼望 能夠為中國人可以做一些事 一直到有機會 進到中國大陸裡面 可以接觸到裡面的弟兄姊妹的時候 我記得第一次見到那些弟兄姊妹的時候 突然間心裡真的有一種感覺就是 他們是我的親人 雖然間與我沒有關係 與我不是有血肉之親 雖然間他們與我都不同姓 甚至都不同鄉下 他們說的那些話 我都不太懂得聽 但是因為他們還帶些鄉音 有時候很難要聽一大輪 才能聽得懂他們說什麼 但是突然間見到他們的時候 除了在主裡面有一份親切之外 就是覺得這一群跟我一樣 是中國裡面的人 但是我那種感覺 都沒有保羅那麼重要 我們大家都知道 保羅在他未信耶穌之前 他是一個專門擠迫 基督徒的一個人 直至在大馬式路上的時候 當他在去大馬式路上的時候 保羅還在拿著手令 要去捉拿基督徒 但是耶穌基督就在大馬式路上 向他顯現 將保羅整個人生 他的方向 他的目標都改變 以前的保羅 是覺得他自己好像是一個羅馬公民 他是猶太人的差役 要去捉拿那些反對政府的人 所以他覺得他自己帶有一種 另外很有優越感 但是當他信了耶穌之後 當他認識主之後 他整個人生 他的目標 他的使命都改變了 他為他自己的同胞 將他整個人都是負上 在這裏 保羅和我們很多人不同 我們提起自己是甚麼人的時候 可能我們很覺得 我是在這裏生活的中國人 我們可能對我們自己的國家 沒有一個很大的親切感 但是保羅在這裏給我們看見 他對他自己的同胞 有一個非常非常親切的感覺 當然這裏特別是 保羅是為了以色列人不信 是非常地憂心 我們看看 在這裏 保羅給我們看見 有幾方面 我們可以去學習和思想 保羅在這裏 第一樣給我們看見 他說 我在基督裏講真話 不是方的 有聖靈感動 第二節他說 第三節 為我弟兄骨肉之親 保羅看這班以色列百姓 看這班未信 特別未信的人 是他骨肉之親 以前的保羅 不理那些人到底信與不信 或者他根本不理那班以色列人 他將來是怎樣 或者是跟他有任何的關係 他是為他自己個人的理想 為他自己個人的生命的目標去追求 所以我們會看見 保羅當他數他自己的背景的時候 他很厲害 他是法利賽門下的人 他是加馬列門下的學生 加馬列是當時數一數二的一個有名的學者 當他離開世界的時候 當時的評語就是 他們那班的學者 突然間好像群龍無首 這是給加馬列一個評語 保羅在加馬列門下做學生的時候 你會看見 保羅的生命的前途 其實是非常美好的 他向著 可以說 如果用今天的人來比喻的時候 就是 他是一路向著平步青雲 踏上青雲之路 向著政界來進行的人 他有很好的學問 他為猶太人的人來做事 他還可以有羅馬公民 所以他一路可以做到上去 羅馬政府 他都可以 在這樣的人 在保羅當時的心裡 可能他不會覺得 這一班以色列的百姓 跟我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所以 當他發現這一班的以色列人 特別那一班是信耶穌的人 他們跟隨耶穌的時候 他會覺得很憤怒 他要為他自己那班的猶太民族 要保存猶太傳統的宗教 猶太教 他要為這些來努力 所以他要跟隨 逼迫那些基督徒 但是當他認識主改變之後 他不是 他是為那班不信的人 他覺得這一班是我骨肉之親 他有責任 是我骨肉之親 是我的親人 是我的弟兄的時候 他完全不同 今天 我們生活在美國實在是很舒服 舒服到一個地步 我說給中國大陸裡面的弟兄姊妹 聽的時候 他們直接呆了 我每次有機會進去的時候 我有機會進去做培訓 那去的地方都不是那些那麼舒服的地方 他多數都是一些農村的地方 那去的時候 我都要扮到自己好像一個鄉下婆 讓人家沒有那麼容易留意到我 因為在農村裡面是不可以接待外人的 然後再散播說 這樣一個 gauche